開始 新年快樂 大家好,我是美豬 首先祝福大家可以身體健康 和學業進步 和可以在職場上好好作見證 今天我想為大家介紹一下 積青組 積青組古名思義 就是職業青年所回的小組 我們很歡迎所有在職場工作的人 來參與我們的小組 而你又是青年 我都很歡迎 讀大學三四年級 最終年快進入職場的同學 都參與我們的職場 職場的職場是 職場是星期六 七至八點半的時間 是晚上七至八點半的時間 所以這個時間 可以遷就一些朋友 放了工 可以吃東西才過來 好,其實我們在職場有些核心價值 我們有四個R 第一個R就是 RELUXING 這是一個RELUXING的地方 我們希望職場可以讓大家休息 和舒暢自己的心靈 第二個R就是REUNION 我們可以在職場 我們可以在職場 可以在職場裡 祝福和關顧 第三個R就是 REJOYCE 我們可以在職場裡 在職場裡 感恩的氣氛裡 互相多謝神給我們 在職場裡的見證 職場裡的祝福 如此類推 當我們去REJOYCE 做完這三個R之後 我們就可以被Refresh了 整個月就會 耶 充滿著力量 可以在職場裡 繼續去站立 或者靠主 其實我們也希望 我們會有小組的時間 小組的時間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 同行的關係 同行 我們會做什麼呢 第一件事 我們會PRAY 我們會祈禱 我們會互相祈禱 祝福大家 守望大家 第二件事 是SHARE CARE 我們可以各人不單 顧自己的事 亦都顧別人的事 第三件事 是SHARE SHARE SHARE 包括可以share 你自己的開心 不開心的事 你的圓弱 同時也可以將 你很美好的 在這個家裡 這麼美好的經歷 都可以分享 給你即場 未認識主的朋友 這樣 這是一個很開心的家庭 希望可以建立一個信任的關係 希望大家可以彼此 可以所望彼此 去認識 這樣 之後 說了這麼久 我們會有大組的時間 在大組的時間裡 也有小組的時間 注意 我們會大組小組 大組小組 每個星期都是這樣 一個星期大組 下個星期小組 下個星期大組 如此類推 大組的時間 我們會做什麼呢 一定有敬拜託告 除了敬拜託告之外 我們亦會互相分享見證 所以很歡迎你 如果你在職場上面 神跟你說什麼 都很歡迎你去分享 或者你在職場裡 如何帶人 去認識主 也很歡迎你去分享 其實我們歡迎所有人 去分享他在職場裡 如何跟神有關係 如何可以見證神 這樣呢 其實我們也會有一個時間 就是會有人分享信息 除了我們牧者分享信息之外 其實我們邀請了很多重量級的公言 來分享信息 就是在Youtube OK 我們就是Youtube 會邀請他們分享信息 我們會分享即場 如何可以站立得穩 有壓力的時候 我們如何解決 是不是未解決還是解決了呢 另外我們也會分享 究竟在金錢如何運用 如何奉獻 如何休息 如何可以喜樂 如何結出不同的果子 而少了的時間 其實呢 少了的時間 我們仍然是 有敬拜討告的 對 少了的時間 我們就是會 有很多事情 我們是會做的 第一 有幾樣東西 大家可以開心一下我期待一下 我們會一起去看熟齡書籍 我們會一起查一些經 我們也會一起去 有一些可能長一點的 敬拜討告的時間 我們也會有一些 可能是去outting的時間 可能去撲碟 踩單車 風箏飛等等的時間 所以是動靜佳儀的 OK 所以大家密切地去期待 如果說到小組 有一個新的名詞 你一定要認識 有一個新的名詞 我們就叫做 facilitator facilitator 顧名思義 他是一個促進者 可以做什麼角色呢 其實就是促進 整個小組分享的氣氛 以及促進 整個小組同行的氣氛 在裡面 其實我們就有三組 我們每組有兩個facilitators 顧名思義 大家要記住 這個是促進者 OK 其實他不是帶領整個組 他只是負責促進整個氣氛和關係 而這個組是屬於大家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可以 擺入自己的心思 你的時間 你的東西在裡面 當你想一個小組 變成一個很和諧的家 的時候 我希望你也可以這樣 將你自己 投入在當中 所以這就是你的主動性 我相信大家可以 這樣建立 以及建立 這個即稱的家 好 其實我最後就是 先看看 最後就是介紹一下 facilitators有什麼人 我忘記了 我們會有 書機 耶 書機 有Betty 也會有Sally Yay 還有嘉義 Cameron Jesse Yay 還有我自己的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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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耶 其實我已經說到差不多了 最後這個時間 很想送大家 十六字針言人 好了 我的時間關節已經預備好了 不用打開聖經 等我 喜樂的心 今乃是良藥 憂傷的 靈屎 孤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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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針言的十七章 二十二節 所以我祝福你 各位即稱 今年的年 帶著喜樂的心 進入職場 將所有的孤骨 頸痛和肩膀痛 都完全 Yeah 送開了 祝福你 有喜樂的心 遲些見你 那 約定你了 下個星期六 七點至八點半 和你旁邊的日 即稱告 如果他是即稱的話 你跟他說 下個星期七點至八點半的時間見 好 祝福大家 拜拜 拜拜